黑发美女刚和男朋友度过春宵 结果天还没亮 她就翻窗逃跑 原来她是一只吸血鬼 但她完全没有吸血鬼的样子 她叫小黑 二十年前成为了吸血鬼 和自己的闺蜜小金柱在一起 但这两人可不吸人血 他们都很善良 宁肯吸食老鼠血 都不会去伤害人类 小黑因为不能上白天的课 一直没办法毕业 他只能去上晚课 上课的时候 他遇到了小帅 对方长相帅气 眼睛却不安分 但小黑见到他脖子上的动脉 心地也是一阵躁动 好家伙 你贪的是色 最后丢的是命啊 两人一见钟情成为了情侣 小黑和小帅的发展迅速 不久就见了家长 小帅的父亲光头霸 和小黑一握手 就察觉到不推进 他的手也太凉了 原来光头霸 就是大名鼎鼎的吸血鬼猎手 范海新 他怀疑小黑是吸血鬼 小帅因此和父亲大吵一下 最后小帅妈出了主意 请小黑来家里吃饭 就知道他是不是吸血鬼了 两人都同意了 于是小帅发出了邀请 小黑同意了 但他的皮肤太白了 该怎么办呢 于是他涂上了变黑霜 可不管用多少 皮肤还是一样苍白 去做日光浴 最后全身冒烟都没有变黑 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 往身上喷油漆 小黑瞬间变成古铜色美女 这下他才敢来到小帅家 也从中得知光头霸 就是范海新 他们一家人坐在餐桌上吃饭 小黑十分抗拒人类食物 但为了不露出破绽 他还是吃了一口 结果直接喷了出来 原来光头霸往汤里夹了大蒜 小黑只好拿出杀手锏 他双眼放光 想控制光头霸的心智 谁知光头霸魔抗天满 根本不吃这一套 不明碎的小帅出现 帮小黑解了围 然而一夜春宵过后 天就快亮了 小黑顾不了那么多 直接从窗户爬了下去 身体直接扭曲成180度 这吓坏了小帅 但他心底还是爱着小黑的 只是难以接受 他吸血鬼的身份 小帅再次见到小黑时 直接掏出十字架 还好他们最后解开了心结 重新相爱了 而小金已经成为吸血鬼 两百多年了 工作快迟到时 他直接爬墙下楼 走路走累了 还能漂浮在空中 再不行 还可以瞬间移动 如果有人违抗他们 小金还能控制人类的心智 他在晚上打工时 遇到了自己几十年前的 前男友老白 老白已经变成了一个糟老头子 自己却还年轻貌美 他立刻选择逃跑 但老白还是找到了他 眼见事情就要暴露 他连忙说自己是小金的女儿 这才猛混过去 老白邀请他来家做客 小金同意了 到了老白家才知道 他一直没忘记自己 还存着当年的照片 小金十分开心 两人聊了一路 来到音像店里 结果遇到一个劫匪打劫 一位老人直接心脏病发作 倒了下来 小金立马上前 利用迷惑术控制了劫匪 还将老人变成吸血鬼 救活了他 这下身份藏不住了 他带走一脸震惊的老白 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了他 一聊之外的是 老白居然接受了他 这让小金的那颗少女心 重新跳动起来 原来他自己也藏了以前的照片 小金也一直惦记着老白 舞会上 小金仿佛看到老白年轻时的样子 但他们终究是过去时 因为老白有一位妻子 得了重病 延延一息 小金得知后 决定帮助老白 他找到自己的吸血鬼朋友 决定把老白妻子变成吸血鬼 看着恢复青春的妻子 老白焕发第二春 坏事很快找上了门 善良的吸血鬼们坐在一起 他们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光头霸 范海星的调查下 他们吸血鬼的身份 将会全部暴露 为了自身安全 他们只能去调查局赶身份 但调查局住白点开门 这到底怎么办呢 大街上成群结队的是一群吸血鬼 上天都在眷顾他们 在这一天出现日全时 他们组队前往调查局 吸血鬼们是一盏迷惑术 控制了职员的心智 成功修改了身份 他们又能在人类社会生活了 为此开心地举办了聚会 吸血鬼们的饮料 却全是老鼠 但很快他们发现小黑怀孕了 可吸血鬼是不能生孩子的 想摆脱吸血鬼的身份 只能去解决吸血鬼女王 可只有他们两个 根本不是女王的对手 于是他们找到了光头霸 光头霸一听自己能抱孙子 立马同意跟他们一起 去解决掉女王 而女王正在大街上 诱骗普通人 他们吸引了女王的注意 一行人躲到博物馆内 小黑小金正想偷袭她 被女王瞬移躲过 光头霸抓住机会 想从背后偷袭 却被女王甩飞 还被她抓住脖子 眼看就要丧命 这时小帅出现 将女王的头砍下 他们立刻推开棺材盖 将女王的头放来进去 只要把她封印 就大功告成了 但在这种关头 小帅和光头霸起了争执 女王趁机附身在骷髅身上 一步步朝着他们走来 还好骷髅身躯比较脆弱 一碰就碎 他们重新将骷髅和女王的头 放到棺材里 女王最终被封印 小黑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变化 他瞬间老了二十岁 变回了人类 但小金就没那么好运了 他已经活了二百年 他的身体迅速变老 已经没多少时光了 小黑立刻带她来到时代广场 让她享用了人类的美食 二百年来 小金终于照到了阳光 最后化成一堆灰尘 飘散在空中 多年以后 小黑和小帅生下了一个孩子 但意外的是 这个孩子是一个 不怕阳光的稀缺鬼 但光头霸却十分疼爱他 看来真正喜欢你的人 是不会在乎你的身份的 这里是斯坦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 Спасибо 看来